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羊油 我们切点羊尾巴油 要铺垫 大家看 这是羊肉 新鲜羊肉 这个要根据家里面的成员量放在这儿 其实的话 我们要准备一点 大家看 我们的土豆 我们的辣子 柴椒 香葱 大蒜 西红柿 这是我们做这个四十年 我们的这些食材 大家看 有肉 有羊尾巴油气 需要黑胡椒 咸盐 还有皮牙子四五个 全是整个的 不用切 还有我们这个土豆 我们这个线椒 香葱 大蒜 还有西红柿 还有枕头大蒜 我们这个就是用这个锅 这种这个铝合金的锅 这就是不放一滴水 要完全要靠这个肉 这个油 把它蒙熟 也叫蒙肉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大家看 我们先把这个油 铺到这个最底层 对 把它平铺到底层 对 把它平铺 平铺上了以后 我们接着进行第二个步骤 喜欢红叶里头的 请长按三秒 强烈推荐 点赞 关注 收藏和评论 精彩继续 接下来 我们开始把这个肉 那以后我们也拼铺到这个油上面 大家看 这一般人多的话 可以放一整只羊 一般在野外聚会的话 我们都是口一只羊 在家里面 由于人口比较少 所以我们 做这个够吃的量就行了 把这个肉平铺了以后 我们现在 把这个就是黑胡椒 黑胡椒 也可以是粒 也可以是黑胡椒粉 这个黑胡椒是做这个 我们这个焖肉 这个 撒着捏的这个灵魂 下面我们把咸盐 要撒在 均匀撒在肉上 这个要根据肉的量 大家可以 盐不能太多 因为这个盐多了以后 它这个肉就失去这个香味了 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菜 要平铺到这个 我们这个肉上 大家看 要把这些 整个碗里火 平铺到我们这个表面 这个要靠这个 这里面这个 把它蒙熟 这些汁水 对 我们把这些 全把它撒上 完了以后 这样子 记住大家记住 不放一滴水 接下来我们再 调这个 放点盐 就行了 这个放到火上 小火慢炖 两个小时左右 因为这个羊是 羊羔子 所以它熟度比较快 接下来我们把盖子盖上 小火慢炖 两个半小时左右 接下来我们就 大家一定要小火 小火慢炖 两个小时左右 现在蒙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 还需要一个小时 大家记住一定要小火 慢炖 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现在我们这个 四十年就好了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这个哈萨克传统美食 这个四十年 就做好了 大家看 有菜有肉 这就是不放一滴水 完全把它蒙熟的 我们吃肉配上这个 再煮来 马耐测 下来 焦煮 这个 还有 这 那么 例えば 这个 吧 这是 我觉得 魅力 明事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